指定位置也添加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往上看 所有给需要实现的这些方法当中 现在就剩下两个了吧 一个删除一个查找 对吧 那好咱们先来写这个查找 查找指的是我要判断一个节点 给出一个数据 是否这个数据是否在这个链表当中 比如说我们现在写的98110023456200 那我现在要判断的是 我告诉你帮我查一下100这个数据 是否在当前的链表当中 如果存在那你给我返回一个真 如果不在你给我返回一个假 我们是不是就相当于去便利链表 去比对当中的数据 然后找到对吧 那所以这个过程看一下 我们要做的 现在这个链表的形式是120400到300 这样一个过程码 那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要查找一个元素 比如说现在要查找的这个元素 就是400 看400这个数据是否在链表当中 所以我要做的应该还是找到一个游标 从头往后去找吧 对吧 只能便利吗 我去找一遍才能够找到这个数据在 所以我们应该是又有一个游标 然后从头节点开始 然后比对吧 比对这个游标所指的数据 是否我要找到的这个400 如果不是情况下 我往后走 对吧 然后如果还不是再往后走 这时候发现 Current所指的这个节点当中 保存的数据就是我们要找到这个400 所以到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可以停了 告诉我一个真 是吧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段程序怎么来写 既然要查找节点 也就意味着我现在还得需要建立列表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还得有一个游标 从头开始去找 sign up点 hide 游标 此时指向的是第一个位置 指向的是第一个位置 然后紧接着我们要做的 就应该是去比较判断了吧 看一下要比较判断了 那比较判断的过程怎么来判断 我们现在还没有让他往后移 只是说要判断一下 怎么来判断 也就是说Current所指的当前节点的数据 是否跟我要找的 是否相等 对吧 所以应该就是Current.Elem 是否跟用户要找的这个数据 用户要找的是不是传进来了 是Item吧 我要判断一下 这两个是否相等 如果说 如果说他们俩相等的情况下 我是不是就可以返回真呢 对吧 直接返回真 也就代表是我找到了吧 如果没有的情况下 我是不是往后移啊 对吧 好 既然往后移 那紧接着再说移怎么去移 如果没有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Current等于Current.Next吧 还是一样的效果 那紧接着要看了 这个过程是不是在一步一步当中 每次都要执行的 所以是不是又得去循环 好 我们把它放到这里面来 放到循环当中 然后紧接着要看的是 循环的终止条件了吧 判断到什么时候去截止 对吧 所以这时候要看了 我Current最后的一步 什么时候截止 是不是还是有两种情况 直到Current.Next等于Nan 也就是说 在这个时候请止的话 实际上是美节点吧 还有一个Current等于Nan 那指向的是这个位置吧 那看一下 我们应该使用的是哪个条件 看一下 如果说是Current.Next等于不等于Nan的情况下 我就让它往后走 那你想到此时的时候 当我的Current只向最后一个节点的时候 Current.Next是不等于Nan的 对吧 等于Nan的话 你看这部分 我应该是在 是在循环体当中的吧 那你看 对于最后一个节点来说 我是不是没有去进行比较啊 是不是丢了呀 所以我们的条件 是不是得直接判断 Current不等于Nan就可以了吧 也就是说 只要Current没有移到这个Nan的时候 那之前的所有节点都要进入到循环体当中 去比对一下吧 好 那紧接着再来看一下 当你这个时候 当while循环结束之后 仍然没有在这一步退出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找到最后也没有找到呀 所以在最后一步给他返回Pulse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想一下 在找的过程当中 一旦遇到元素 跟用户要找的是相等的 我这个是不是整个函数就已经返回了 Return了 就不会再去执行了 整个循环都执行之后 还没有返回 才意味着我没有找到吧 所以返回Pulse 那好 这时候我是又得看一下特殊情况 特殊情况就是说 一上来链表就是一个空链表吧 如果一旦说链表是空链表的情况下 那看一下空链表当中的Hide 是不是就是Nan呀 对吧 Current等于Serve点Hide 也就是说Current就是等于Nan了 因为现在是空链表 Current等于Nan的情况下 是不是循环没进来 没进来 我直接给它返回的Pulse吧 那对于逻辑上来说 空链表确实不存在这个数据 返回Pulse正常的吧 所以写的过程也能处理这样一个特殊情况 关于Search是不是写完了 Search写完之后的话 就剩下一个删除了 那删除的话 咱们给定义的函数形式 指的是不是按据取的位置去删除 而是要删除据取的数据 就比如说我在底下这个981100 这时候如果说我执行的是 点remove 要删除100的情况下 那它最终删除的效果 就是把100这个数给删掉了 指的是这样的一过程 这个跟之前大家所学过的Python当中的列表 的remove方法是不是一样的 对吧 而且列表当中的remove方法 有一个特点是2323 然后我去删除remove的时候 删除2的情况下 它返回的是找到的第一个吧 应该是三二三 对吧 所以咱们要达到的效果 也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你想 也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为了找到 是不是存在这个100 又得进行便利呀 对吧 还得从头往后找吧 所以那这时候 对于删除来说 也是一样的道理 这时候为了找到它 我又需要进行去便利了 又需要进行便利了 便利的话 我是不是需要得有游标了 好 那在便利之前 咱们来看一下 最终在删除的时候 需要用到几个辅助的这个游标 需要用到几个 看一下 现在来说 我假使说 想要把400这个节点 从链表当中删除下去 那所要执行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所要执行的过程 假使说啊 我现在从头往后找 从头往后找 从头往后找 找到了这个400 也就是说 我现在假使说 有一个current这个游标 从头往后找 找到了当前所指的游标 保存的数据就是400 我要删除的 那这时候 看一下 这时候有一个游标指向400 我想把它删除掉 应该怎么去做 应该是让current所指的 前一个的这个next区域 指向current所指的 后面这个东西吧 通过这一步 是不是就能够完成了 对吧 所以说 它最终再去执行的时候 那句话应该是 我们把它放到这里写 那句话应该是 current它的前一个位置上面吧 假如说 我们把它前一个定义成 breed 也就是说 假如这里面有一个breed 它的前一个的这个指向区域吧 next区域等于的是current所指的下一个节点吧 对吧 所以current点next next 对吧 所以这个是current的节点 currentnext的节点是300这个节点 然后20这个节点是breed节点 对吧 所以说我们为了要达到这样一个删除的过程 是不是需要知道我current这个节点的前一个呀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用到两个辅助的游标啊 一个指向前一个节点 一个指向的是找到的那个节点吧 对吧 好 如果说我们想给它降到只用一个游标的话 可以达到效果吗 可以吗 如果说我在去定位的时候 定位的节点是定位到前面这个节点 看一下 定位到前面这个节点 只有一个preed游标的话 看一下能不能达到效果呀 能不能达到呢 可以达到吧 也就是说preed的next区域前面还是等到前面吧 只不过说这时候 看一下preed.next区域 它等于的是 也就是说它指向的是谁 是preed的next区域是这个节点吧 在next区域是吧 也就是preed.next 这样方式是不是也能达到啊 对吧 这时候就要看你到底怎么去写了 如果说你觉得前面好理解 那你就见两个游标 如果说你底下自己完全能理解 那你通过一个游标是不是也能够达到 所以那我们现在给大家两个游标 这是最好理解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看一下 需要用到两个游标 从一开始的时候 这两个游标怎么来初始化 来看一下 一开始的时候怎么来初始化 在一开始的时候 current应该是代表的是起始节点吧 所以等于hide 那这个节点已经是头节点了 它前面的一个节点是不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current指向一个namb 可以吧 然后紧接着在移动的过程当中 看一下紧接着在往后移的过程当中 应该是怎么去移 你把它拿过来 现在我是要往一个游标去进行移动了 移动的时候 current得往后移一个 prey是不是还得往后去移一个 对吧 而且它们之间保持着一个节点的距离 是不是就可以啊 那你看怎么去移 怎么去移 应该是先让prey指向current这个节点吧 然后current等于currentnext 就是达到效果了 是这样的方式吧 也就是说我们再去移动的时候 然后所要达到的 所要写的就应该是 首先别去移动current这个游标 一开始 current指向的是 首节点 然后prey指向的是namb 这是一开始的状态 然后紧接着我要开始移动游标了 移动游标的 我就应该首先让prey往后移 prey去移的情况下 看一下prey就应该等于current 这时候的话prey是不是从line指向投节点了 然后紧接着我再让current等于current点 next current等于current点next 这时候你看 是不是就达到了current往后移的时候 prey永远是在它的前一个上面 想一下 然后到这样的位置之后 我再进入循环的时候 再往后移prey等于current prey等于current都过来了 然后current等于current next current往后移一个位置 只要这 是不是始终保持了prey在前面的元素 所以移动的过程也有了 所以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删除的时候也就意味着 我现在需要两个游标 第一个游标是current 从头节点开始 等于head 然后还有一个它的前驱的prey prey就应该是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让它不去指向任何东西 等于nand吧 然后紧接着 是不是开始去移动了 移动的过程当中 它的移动方式就应该是prey等于 先去让prey等于current吧 然后current等于current.next 对吧 那你想如果说我把这两个方式 这两句话的执行顺序 给它变一下 可不可以 先往下走 看一下current在这吧 current等于current.next在这吧 然后再接着prey等于current 是不是直接都过来了 那也就是说保持同步的关系了 没有达到效果 也就是说我们这两句话必须先去移动 prey这个节点 prey这个游标 然后再去移动current吧 这是移动的过程 然后紧接着看一下 我在移动的时候 之前是否得先判断一下 当前current所指的element 是不是我要找的这个item吧 这个效果是跟底下是一样的吧 也就是说我要判断一下 当前current所指的这个节点的数据 是否是用户想要删除的 如果是的情况下 我紧接着要做的是更改 如果不是的话 我是不是要设置到往下去移啊 对吧 这个移动过程吧 然后紧接着移完了之后 我是不是要进行这样的判断 也就是说紧接着这两步 再有一个循环包含进来 这时候的话 看一下循环的条件应该是什么 循环的截止条件 它应该还是跟底下是一样的吧 只要没有找到 你就执行循环体 只要没有找到 就执行循环体吧 所以它的中止条件 跟底下设置是不是一样的 还得让current直到走到最后 我是不是才能保证 之前的每一个节点都被去比较过呀 所以我们给它写的条件就是current 只要没有移动到Nine 只要没有移动到Nine 那你就往后去做这样的操作 然后紧接着要看了 一开始的时候current指向头 play指向Nine 就没有任何指向 紧接着看一下考虑最理想的情况 考虑最理想的情况也就是说 不是在头也不是在尾 而是在中间 我们往后走啊 找到中间的话 current肯定没有到最后吧 进来了 我比较一下当前节点的元素 是否跟用户的相等 如果用户的相等 我在pass当中 也就是说在这部分 应该去改变的 改变游标指向吧 改变这个next域指向 如果说没有找到 我往后去移 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 现在是不是达到了 紧接着我们要改的 就是把找到之后 怎么删除节点了吧 刚才咱们已经说了 怎么删除节点 这里面是不是写了 不是刚才那个删掉了 这不是那个 我们要移动的 现在是current指向了 这个节点 然后呢 print指向了前面 这20这个节点 对吧 我们要做的应该怎么做 pure.next 指了它这个东西吧 指了这个游标 让它等于current的next吧 指向它 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就应该是 pure.next 等于current.next 通过这一步 是不是就把400这个 从链表当中改去掉了 虽然说你400这个节点 还指向着链表当中的某一个 但是你这个指针 是不是指向谁都无所谓了 对吧 因为整个链表 我已经完成一条主线了 对吧 好 那这时候我们再来看 这是最普通的 最理想的状态 紧接着我们要考虑的 是不是就是两端的极限情况 对吧 两端的极限情况了 那紧接着要来看的 就是假如说 先考虑第一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说 链表是一个空链表的情况下 链表一开始 是一个空链表 是一个空链表 那紧接着你想 我们在写的这一段代码当中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一上来 Current是不是就Nan 对吧 是Nan的话 条件当中 Wile条件 是不是就不符合 就退出了吧 那也是不是达到这样的相机效果 也就是说 对于空链表来说 我不执行任何操作吧 对吧 我对空链表 不执行任何操作 也就是这里面的 不去执行 效果是可以的 可以达到 紧接着的话 再看的就是 我要删除的这个节点 恰巧是首节点 恰巧是首节点 看一下 一上来的话 一开始Current指向的是第一个 然后Pray指向的是Nan 这是一开始的状态吧 然后紧接着 紧接下来的话 这时候Current不等于Nan 然后进来了 进来的话 Current.Element 恰巧等于Item 对吧 恰巧等于Item 也就是说 当第一次指向的时候 Current指向的头节点 就是恰巧我要找到的 这个100 那你想 这时候我怎么删除 怎么删除 怎么来删除 我应该做的是 让嗨的这个游标 直接指向Current的Nan 是吧 指向它 对吧 那你想 我们写的这段代码当中 能完成这样的一个效果吗 我们是不是对于头节点来说 没有去操作Current.Hide 对吧 而对于头节点当中 我恰巧操作的 不应该是在Pray的 而是直接操作这个Hide吧 那这时候 我们就要考虑特殊情况了 怎么来考虑特殊情况呢 判断了 这两个元素相等 相等了之后的话 我紧接着就要判断一下当前的节点是不是头节点吧 对吧 在这里面 先判断 先判断 此节点 是否是头节点 如果是头节点的话 对于头节点来说 咱们怎么来判断它是头节点 怎么来判断它是否是头节点呢 如果Pray是None 那指的是 是不是就是头节点 对吧 或者说判断的是Current 是否等于Hide的 是不是也一样的 你怎么来判断都可以 所以我们可以一种方式是 在课件当中给大家写的 是不是拿的Pray等于None来判断 那我在代码当中 现在给它改掉的是 如果说Current 就等于Self点下发现Hide 它是不是达到的效果 也是判断当前所指的 是不是头节点呀 这样效果是一样的吧 如果是头节点的情况下 我们怎么来做 如果不是头节点的情况下 我们是不是要做底下这个东西 对吧 然后看一下 如果是头节点的情况 这块怎么来写 如果是头节点 直接让Hide去指向Current的 Next 就可以了吧 所以应该是Self点 Hide等于Current点 Next 对吧 就是端一头节点 然后紧接着情况下 看一下 这个情况还没有达到最特殊的情况 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是什么呢 这个节点 一上来只有一个节点 只有一个节点 一上来只有一个节点 那你看只有这个节点的情况下 我们能不能处理 看一下能不能处理 一进来Current 不等于Nan 指向的是第一个节点吧 等下的第一个节点 然后紧接着恰巧找到的数据 就是用户要找到的 所以就是到这个条件当中 然后紧接着判断的是Current 是否是头节点 这条件是不是也满足 是头节点吧 是头节点之后 Self点Hide等于Current点Next Current点Next等于Nan 这时候发现 是不是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没问题吧 好 那也就是说对于这样的一个特点 我们也能够完成 然后紧接着这个特殊情况 对于前端来说 是不是已经就处理完了 紧接着我们要看尾端的特殊情况了吧 要看尾部的特殊情况 能不能够处理得了 尾部的特殊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恰巧在最尾的时候 当找到最后这个节点的时候 等于300的时候 我要把这个节点给它删除掉 看一下 我要把这个节点给它删除掉 也就是说所要执行的是 Pray点Next等于Current的Next 只用的是这句话吧 看一下Pray当前指向的是前面的 Current的指向的是尾节点 我们要做的应该是 Pray的Next区域 指向Current的点Next区域吧 也就是说 让Pray的这个东西指向的Nan吧 那你相当于把尾节点是不是给删掉了 是不是对于尾部情况也能处理得了 对吧 那所以关于咱们写的这个代码来说 是不是已经完成了 这个地方就要看怎么来定义了啊 如果说你写的这个函数 现在来说咱们写的是不是已经达到把这个数据从电表上删除掉了 那对于这个函数的返回值就可以由你自己来定了 你可以返回什么呢 有些人的话定义的时候你可以把你要删除的这个数据作为返回值返回去 你也可以是返回的是你找到的这个数据的下标 告诉一下你调用的这个人 我删除的这个数据是面表当中的第几个元素 也是可以的 那你想我要达到这样的效果 是不是加一个count去数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咱们现在主要关注的是到底怎么去删除 也就是说我们学删除的话 就是学一下在删除的过程当中 这些个游标指向 或者说这个nets区域链接区域 到底怎么去改变呢 这样的关系 那所以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写完了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来去写 这时候我是不是写了一个删除一个100呀 我们打印一下 然后紧接着 我再删除头部 删除一个9 打印一下 然后 我再删除一个尾节点 200 打印一下 对吧 看一下效果 我们的代码没执行是吗 到200 然后remove 也就是说底下这个问题是有问题的 是吧 那底下这个remove应该也去 不是travel应该打印出来吧 我们的travel是打印了三个吧 那也就是说代码没有退出 我们这里面进入死循环了吧 对吧 我们这里面进入死循环了 进入死循环 一开始是删除的100 100没有删除掉 就直接进入死循环了 看一下这里面哪有问题 哦 我们删完了之后的话 这里面是不是应该退出循环了 退出循环应该是break吧 总的写一个break是吧 不一样的 放在这里面是吧 放到这里面写一个break 我们删完了之后就应该往下退出了 然后重新来执行一下 哎 看一下 到这个地方是达到200 然后紧接着我先删除的是100吧 100没了 紧接着把9删除掉 前面的9也没了 紧接着把200删除掉 最后200数也没了 好 这样的关于单链表的话 咱们就说完了 说了之后的话 给大家补充一个概念 我们再给大家讲的时候 这里面是不是每一个都是节点啊 对吧 然后呢 有一个节点 有一个概念叫做后期节点 有一个概念叫做后继节点 后继 结 后继 这个后继节点的话 实际上就是对于特径节点的 你说他下一个节点叫什么名 就叫做后继节点 比如说我当前 Current指的是20这个 那他的后继节点是谁呢 指的就是他后面这个部分 也就是说我们给一个节点 一个指定节点 他的下一个节点 写了一个名字叫做后继节点 写了一个名字叫做后继节点 就补充这样一个概念 我对于他在外面 写了一个车 drin それで立即车一点